好,欢迎大家回来俄林图的实况足球频道 那么在9月30号实况足球eFootball2020正式版登录了Steam 包括Xbox和PS的平台 那么我也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下载 总共是30多兆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实况eFootball2022到底带来了哪些变化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那么这代的实况从人物动作的采集上 是用了皮克跟伊尼斯塔 有些细节动作的更加的真实化了吧 这个是刚开始的话会有一个小小的教程 包括这个基本动作的控制 就是这个触球的控制 这一代的这个加速呢 它变成了默认的R2 这个大家可能还要适应一下 因为之前一直是R1 包括了这种Sharp Touch 理解就是一个突然的变向 突然的转向 这个是伊尼斯塔真人捕捉出来的动作 这样看还是OK还是不错的 然后一些防守的技巧是来自于皮克 可以看到有一些方向键加上插件的组合 那么这些具体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小技术 在2022看来是非常重要 所以可以通过它里面内置的教程进行学习 也可以通过我之后的一些教程来进行学习 那么之后我也会给大家持续的去更新 PES EFootball 2022的相关内容 这个教程在PES2022中是可以跳过的 那么我这里就给大家先完整的先看一下 包括了护球 包括了这个 传切 或者说是这个PES2022有点像二过一 好 这个地方它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下介绍 那么我们点击插件继续 有一个练习在 那我们就进行去玩一下吧 OK这个loading的时间相当长 大家稍微的忍耐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比赛开始 现在默认只有一个球场 就是KONAMI的球场 练习的友谊赛是阿根廷对葡萄牙 那么我控制的是阿根廷 哇这个C楼的眼睛做的好恐怖啊 不知道为什么出奇的大 而且这个人物的质感给我感觉 甚至还不如PES2021 我们把他的开场的这个 双方升国旗的这个内容看完 可以看一下这个人物细节的处理 可以说不是太令人满意啊 球场的效果还是OK的 但是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球衣的效果也算是OK 但是人物的面部 做的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而且这个球衣跟肌肉的这个 关系这个连接感觉也是怪怪的 葡萄牙的球衣看起来 在人物身体贴合还是OK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角度C多还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阿根廷的球衣 感觉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情况 你们英文的解说还是老哥俩这两位 可以看到阿根廷的阿迪的球衣就特别奇怪 所有的人都没有肩膀 特别的奇怪 就像童装一样 然后脖子特别长 但是都没有肩膀 难道是阿迪今年跟 KONAMI闹掰了吗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感觉这个人物的比例就非常失调啊 这个可能是也是跟 他的模板有关系 就是说他阿迪的这种球衣模板 并没有做得太好 OK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步 有一些比较多的过场的一些动画 那么比赛开始 他会有一些要诀 以及一些tricks的提示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逐渐慢慢去学习 那么这个主题的颜色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可以从评题告诉我 这种红蓝相间 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 绝对缺乏高级感 你认为怎么样呢 OK 在这个全新的主题和视觉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草评是非常奇怪啊 我看了一些YouTube上 一些国外的玩家的测评 好像在PS5上 这个草评就会看起来舒服很多 但是在PS4 Pro上 这个草评明显是一种大果粒的感觉 非常难受 然后默认的话 球员脚底下会有一个 类似手游的一个圈 我倒不是说比试手游 但是我觉得在端游 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做的 跟手游这么像 并且这个在我的PS4 Pro上 虽然是一个本地的练习赛 带有明显的这个掉针的情况啊 或者甚至还有一些延迟和卡顿 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一代的 他为了实现各个平台的互通 或者说他为了力推PS5平台 在PS4 Pro平台其实优化 做得非常差 这个看他的后期能不能更新 而且这个AI也是有一点的傻 他这个AI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在他的后场 在进区内在训练他的球技 在训练他的脚法 OK我这边有一个断球 这个大圈实在是看着很难受 而且你看这个球员之间的肢体动作 碰撞起来感觉非常的别扭 非常的机械 现在断球 这个时候他的球员居然没有主动的前插 这个AI不管是防守方 还是我自己的进攻方都很奇怪 我稍微调一下 我看一下他的相关的设置 首先是这个画面 他的这种缩放让我看不清楚附近的队员 设置内容也是相对来说会少些 非常像手游的感觉 从手机上操作我想会很顺畅 但是就像这样来牺牲端游 这样KONAMI这么做是否明智 我觉得还有待上去 OK然后这些有不同的视角 那么现在这个对战的视角 它会有一个自动的缩放 但是总感觉是非常的别扭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各种视角的情况 自定义看起来还是相对来说 视野会更开阔一些 然后动态广角跟上一代比呢 好像是类似 但是可以看出这个草坪的颗粒感还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也非常的蜡眼 有几种新的声音的模式 这个好像之前是没有了 有这个预设电视观众席 它这个是考虑到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会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然后你也可以去调整这个评论音和背景音观众音的一些不同的声音的大小 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赘述的 然后有一些指令表 可以看到还是也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设置的界面跟β板非常像 我觉得操作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 尤其是在默认界面下看不到替补球员 这个非常的恼火 而且你想换替补球员的话 你只能看到下面这些没有头像的对付 所以也是看起来非常的难受 而且因为它把两方队员放在了一张的球场的模拟图上 所以就感觉这些队员排起来非常的局促 不是特别好去设置 但是感觉是用手机触控会非常的更加的方便 预设有两种 一种是PS的惯用的这个手柄的模式 另外一种是Xbox惯用 但是它把默认加速从这个R1改成R2 其他的好像没有变化 好这里我把R1跟R2的功能简单做一下对调吧 还是符合我们一贯的实况的习惯 这个强硬防守其实就是靠一下对方 扛一下对方 这边对光标还有这个手动传球也是有相应的设置 一到四级 包括射门也可以选一个手动 我这个地方把方向指示就关掉 这样就可以把脚下的这个非常难看的圈去掉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比赛中 有一个变化就是说边线球的阀球确实快了一点 所谓的快速阀球包括守门员的快速阀球门球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进步 但是可以看到主要问题还是这个草坪太像人工甲草了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是KONAMI自家的还是这个REAL ENGINE的这个引擎 感觉还是没有调的特别好 完成度不是很高 传球的感觉这个球呢 这一代是感觉又是球速不是太自然 这个球踢起来没有力道 软绵绵的 包括射门也是这种感觉 雷西直接踢飞 可以看到这个手面快发 这个滑铲动作也是相当的奇怪 不太自然 Rubin Díaz Pepé Clears it out of harm's way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any further progress now Send it forward No that's been intercepted 下地传中 这个前锋圈圆的跑位啊 非常的令人不满意 但是对方也打不出什么快速反击来 美西一脚没有射上力量 就是这个射门不管怎么样 还是觉得上一代更加的有力啊 如果实况没有一个大的 非常翻天覆地的升级 我觉得这个体验 包括这个画质 非常的令人沮丧 虽然它现在是免费的 而且顺便说一句 现在的在线对战也是免费的 并不用索尼的PS Plus的会员 每个月48港币的 不需要啊 就直接可以对战 因为这个糟糕的情况 我觉得免费也是应该的 我的体验是 虽然这个是一个 就是offline 一个线下的比赛啊 一个对战 但是呢 其实非常的卡顿 感觉甚至是比这个在线比赛 还要卡顿 这个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 第一是像我刚才说的 它对PS4或者对PS平台的优化非常差 鼓励你去买PS5 另外就是说 这个游戏本身的引擎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可以看到这个球出边线之后 这个还是很快 在场地的球员会把球踢到边线的队友处 让他去快速发球 这可能是唯一值得撑到的异点吧 好 变到这边 布达牙 必费 西罗 西罗也是 无论那一脚塞得非常不好 上场就这样结束了 感觉踢起来有一点索然无味啊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下半场进场的画面还是不错的 它有一个从球员通道出来的这么一个过场 OK 我们再踢半场试一下 包括这两位解说的词啊 我觉得还是从21基本上是copy过来的 85%以上在我听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变化 先打断球 这个位置传得很勉强 比较射得很勉强 居然也进了 但是射进的感觉并不是很畅快 然后看一下新的庆祝动作吧 跟场边的踢足从来一起进行一下庆祝 庆祝动作还好啦 但是整个的操作体验确实感觉一般 看这些球迷 很多很多球迷都是重复的 OK 这个射门还是难度很高 无论如何反正先进了一个球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进的动作其实也有一点点的奇怪 有点诡异 好 现在是下半时52分钟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能踢出什么样的球来 就是这种后卫在后场不停的玩花火 很奇怪 这个地方犹豫的 来想推一个弧线球 结果很慢 护球 这就刚才我说的是按R2 它可以进行用身体来进行护球 那么这些定位球的设置 好像跟上一代也是如出一辙 传梅西 传梅西在分边 这个球按得很轻 虽然追不上 对方手描快发 还是后卫在落后情况下 在进区内耍花火 这个AI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设定 然后莫名其妙的一脚 往前传 从解说上一个小的变化就是说 他会说一些 谁进球的会说得更清楚 另外现场多少多少的球迷到场 这种弯通氧的东西是多了一点点 好 前方没有人了 这个胜门感觉还是非常地软 好 这很明显的运动 超级的 完全明显的 他的感觉很超级的 超级的 这个比赛就是 他就在进区上 还有机会 再来一个 整体的体验还是比较的 第一个是球的这个速度非常奇怪 有点软面链 第二是他在本地的比赛居然会卡顿 这个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再来一脚 第三就是AI确实不是特别的聪明 还是靠下底 居然做了一个姆巴佩的进球动作 OK进了两个球 但是感觉正面的酣畅淋漓的爆射也是非常难 Argentina take a two-goal lead and things should be comfortable from here on in Well at 1-0 this contest was still nicely poised but now that it's gone to two mindsets are affected a lot more winning belief one way and that losing feeling the other 刚才这个背手的去防守动作应该就是踩刺于皮克 怎么莫名其妙有打架我其实什么也没按 好吧好像是个犯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替补球员可换 战术上现在也是非常的简单 甚至我都没有找到从哪里可以换队长 可以看到这些替补球员我甚至不能在默认的这个状态下看到他的位置 只能我点到他的这个个人出现左下角出现头像才能发现他的这个注册位置 这个是哎呀这个是非常讨厌的 不像2021里面有一个左边一个小的彩色的说明他注册位置的那个图标啊 这个非常的非常的不方便 感觉还没换完人这个时间就要过了 因为这个是线下比赛所以他没有时间限制还好一些啊 啊之后我会做一期线上啊对战的这个分析 可以看到后场的球员都挤在一起啊 这个因为只有半场的地方可以让你去控制战术 这个队啊手柄控制来说我觉得非常的不友好 好看一下换人画面 来到77分钟 那么对方好像也没有什么正面胜门的机会 也是下底 也是错面下底 好的扑救 贝尔纳德·齐尔瓦 可以看到我按这个X按X把这个画面跳过之后的还是会明显的看到有卡顿 这个确实卡的莫名其妙 阿奎罗一脚 阿奎罗一脚 左脚射门 大脚踢出去 组组织一次进攻没有组织起来 三样对方也进了球了 哎呦天呐这个地方这两个后背跟手边之间 总感觉有一点点便宜 好 我们回来这边在92分钟完成了换人两个人 他会持续出一些所谓的药诀出来 没看到这个设置的界面还是相当的简陋 功能也是相当的少 比如说P0 PS2021或者前代之中我选择谁来定人防守啊 或者说更细节的一些战术啊都没有办法去设置啊 这个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整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其实还是一个beta版本 或者说是KONAMI故意的搞出这么一个名堂来 然后让大家骂来增长它的这个关注度吗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欢迎大家来评论看看你的看法 我换了一个人 我把梅西换下去 这个VIP的待遇是不一样啊 然后后面能稍微的拖一下时间 那么这些队伏都是最新的队伏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哇 梅西的这个脸 这个眼睛做的 感觉是不如2021啊 这个身体的这个胳膊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人物建模 都没有时间了 一脚大脚踢到前面去 比赛结束 好 我们继续再看一看比赛结束之后 还有哪些新的内容 有一个赛后所谓的球员接受采访 就看到这个戏服穿的 有点生发危机的即时感 跳过这个按钮 跟beta版一样 很奇怪 那个地方 然后呢 只有一个选项是精彩回放 可以看到还是卡的一逼啊 可以看到按R键 右边的可以有一些 比赛信息 但是这个图的显示 比上一代是粗糙了不少 而且PS2021是用每个球员本场的 这个活动热区 那么我刚才我现在扫了一遍啊 这个 这一代现在貌似是没有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一些常规设置啊 一退出来就发现一些已知的问题啊 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包括一些指令的失灵 包括这个 OK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它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就是说它推出的是 这个正式版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还有包括在线的问题啊 包括在线对阵玩家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问题现在都没有解决 而且这个画面也过于的手游化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游戏的设置 设置的内容还是非常的少啊 然后训练的内容 我这次就先不展示 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其他的现在没有太多可以说到的吧 但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手游化 然后呢 内容现在欠缺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完成度大概如果100分的话 我可能只能达到30%左右 这个地方有一个活动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点击去参加 OK这是一个在线的对战活动 我们就直接去点进入吧 这个里面现在是可以选一些球队啊 比这个预计的选的球队还是要多一些 但是包括AC米兰 包括黄马 包括很多的英超球队 还是未授权的状态 那么像拜仁啊 包括大巴黎 还有巴萨等等一些球队 还是有的 比想象中初步的球队还是要多一点点 那么关于在线比赛 我会单独出一期测评 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真才说我觉得这个游戏 还是 非常的不令人满意啊 在这个阶段 那么2022可能非法比实况 还是要强很多 那么 我们还是要继续等待吧 如果现在就想买高级的玩家 我觉得可以再hold一下 最后我会放出一张steam大家的一个评价图 也供各位来参考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